大家好,今天是大家来练基本功,每天手指做运动一,第十三天 我是林方一老师 今天我们来练快撞三和弦 教本第三十页 这本大家来练基本功,每天手指做运动一 它的每一页的插图都跟我们的教材是有关系的 像这个插图就是在教学生原位,第一转位,第二转位 非常好应用的一个图片 今天要来练快撞三和弦 三个音一起按下去 其实对初学者来讲,其实是很困难的 所以在这个单元 初学者只要让三个音一起按下去 整齐的发出声音 手心 漂亮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它的原位位置 原位一缩的位置 好,我第二刷教本里面有写到第二小手 它是第一转位 第一转位就是把这个Dó Miso Dó 往上移高八度了 Miso不变 所以我们变成Miso Dó 转第一次 Miso Dó的位置 我们用的指法会是 我们用的指法会是一二五 好,一样 初级者 就直接这样子 我希望学生一口气往上 一直往上练 八个位置 原因就是要让他的手指 有一二五 这样形状的一个记忆 手型记忆 好,我们第一转位 Miso Dó Mi往上扳 Sodo不变 变成Sodo Mi 这个Sodo Mi 我们用的指法是一三五 这个是第二转位 一样 我会让他这样子一直移上去练 好,有一个小口诀 就是我在弹这个的时候 我会希望我的学生 能够这样子 他知道他在弹Dó Miso 他会唱Re Ha La Miso Si Fa La Do 而不是只是这样 很无意义的 让手往上移动而已 因为已久了 他不知道自己在按什么东西 好,进阶版 如果已经对这些和弦很熟悉 也很容易弹奏的 我会练音色 练一个快速往下 三个手指头 快速往下 准备好快速往下 这样子的动作 所以 二 三 放松 往下一个 二 三 放松 下一个 二 三 放松 二 三 放松 要三个和弦 三个音 和弦的三个音 手指都是快速的 比如说我们的小指 要这样的声音 三指 弹弦指 三个一起快速往下 要这样的声音 而不是 我不要这样的声音 这是初学者 进阶版样 每一个都要扎扎实实的 然后说我教本里面还要回走 二 三 放松 下一个 快速往下 二 三 放松 快速往下 二 三 快速往下 二 三 一定要放松 不然手一直这样紧紧的 二 三 松 准备 二 三 好 我会让长音 就是让学生 听一下 每发拉出来的声音 所以用长的四拍子 听一下三接音组合在一起的影响 这样子练习 我们也可以加踏板的练习 练一下踏板 所以我们可能 不用低转位示范 踏板的话 踏 好 下一个位置的时候 我要按下去的时候 我的踏板是放 所以 踏踏 我现在左手是我的踏板的动作 右手要按下去的时候 脚是 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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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在弹琴的时候 大部分 踏板的换踏 是和弦 依照 小节里面的和弦去换踏 所以 这一页也可以用来练习 踏板 这是今天的 大家来练基本功 手指每天做运动 一 我们明天见 前�